一个方面呢 是从跟太极拳互相印证 互相参 那么太极拳实修了半天 它证明了新经当中的什么样的道理 新经当中所记载的方法 和太极拳的实修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 刚才呢我们这个主持人 这个谢谢主持人呢 对我的表扬和鼓励 但是惭愧 大家应该当成一种鼓励 对我个人的鼓励来听 我们不是正式的讲经说法 正式的讲经说法也不能这样 需要大意声作 我们今天其实探讨的 正如题目所说 是新经文化漫谈 漫谈就是什么呢 不是按照规矩来讲 讲经有规矩的 当然我也会讲 但是呢 以后有机会咱们慢慢再说 新经全称呢 叫墨厚波罗波罗蜜多新经 它的翻译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叫唐玄庄 也就是我们非常出名的西游记里面的 三藏法师唐三藏 是吧 也叫唐僧的 在西游记里面呢 唐僧呢 新经啊 是得自于鸟巢禅时 现实当中呢 唐僧呢 或者说我们说唐玄庄的新经呢 实际上是从多弱部翻译出来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总共按照天台宗的叛教 分成五十八教 五十八教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属于一个佛教的常识 也算佛教文化吧 第一诗叫华言诗 那相当于什么呢 那释迦牟尼佛啊 刚刚成佛 十方诸佛震动啊 都派来 他的侍者 诸大菩萨 来向释迦牟尼佛 汇报正量 这每一尊菩萨 大菩萨汇报的正量 就形成了什么呢 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华言 华言经 时间不长 但是在佛教当中 可以说地位非常非常重要 华言实际上 我们从一个比喻讲 释迦牟尼佛啊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工作 来到我们梭婆 南岩佛提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球啊 来帮助我们开悟 来度众生 他需要有个团队 那么华言经实际上 就是构建这个团队 的一个过程 所以讲得非常深奥 都在一乘圆中 玄坛妙礼 所以人家说 不读华言不知佛门之父啊 这个父是什么父呢 是智慧广大 我个人其实也是因为 读了华言经啊 才开始啊 学佛 因为什么呢 之前啊 学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觉得很深奥啊 知道时空不是实的 是虚的 但是呢 这个时空怎么显现呢 是扭曲而成的 这是爱因斯坦的 网易和狭义相对论告诉我 那时候我对科学 对这个爱因斯坦相当 但是无意间看到了华言经 他充分表达了这个意思啊 忘记华言官告诉我们 怎么回到临时空 怎么能够回到 这个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一时具足 的这么一个本源状态 而华言的法界官 告诉我们 十方世界是怎么扭转爱成 而它的 每个世界不同的 标志 就是时间扭转的速度 那么我们大家 其实就理解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这就告诉我们 不同时空啊 它的时间扭转的速度 是不同的 这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从华言来 这是第一时 第二时呢 教师团队构建成了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招生教学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来的学员 来的这些学生啊 水平啊 可能天赋啊 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华言教的都是诸大菩萨啊 这一下来的都是苏婆世界正经要住的人了 就是所谓的阿寒史 阿寒史也就是我们 常称的小乘 主要讲苦极灭道 主要希望 大家能够对现实世界 我们看到这些真实的现象 能够看破 发现呢 其本质 虚空的一面 这一点呢 有个悉空观 就是我们 其实物理学上 也有类似的研究 就是把物质不断的 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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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到最后 霍尔说的 这个物质 它就有波动和粒子两个性质 而这个粒子的显现 霍尔的双缝实验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观察者 具足的情况下 就是有意识的选择的时候 波动才会显粒子性 如果没有意识在观察的时候 波动就显波动性 什么概念 这就告诉我们 今生和种种发生 物质是由意识 简则产生的 这不是说明星哦 这是波尔的 现在量子力学 最重要的 一个基本理论 所以呢 小乘 所以呢 小乘啊 就是 告诉我们 我们眼前的所有物质 实际上 都是我们 我们意志 简则 而成的 那真正 它背后的是什么呢 是波动 而这波动就是 空 所以我们老说 空 空 什么是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是没有现象 没有现象 不代表 什么都没有 它是 这个现象 有什么形成的呢 是有波动 形成的 这在小乘上 就叫什么呢 就叫 得 空 地 要得 空地 哦 知道这个 一切世界 这个世界 其实啊 是空的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 执着于 空地呢 如果 执着于 空地 那么一切 众生 皆空 一切 一切 善恶 福报 皆空 一切 所作 所为 皆空 那么还有什么 戒律 可持呢 那么还有什么 善事 可做呢 对不对 就容易 入到 三板汉 当中 它对这个世界 莫不关心 对众生的疾苦 毫无怜悯之心 所以这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 就开始了 第三教 叫 方等教 方等教 是什么呢 叫 赤小显大 赤啊 是赤则 赤则 小乘 修行者 叫 单板汉 就知道 自疗 不能够去 发起 大悲之心 普渡众生 众生在你们眼里 只是空吗 难道众生 新的妙用 众生的各种 启用 你们看不见吗 他们看不见 他们认为 就是空 所以这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 就开始 讲方等教 赤小显大 诶 那有阿罗汉 就问了 有罗汉 就问了 还算不上阿罗汉 有罗汉 就问了 那 世尊呢 你说的 所谓的 大乘 到底是什么 那么 这也就是 我们 释迦摩尼佛 重点说的 叫 波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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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教是什么呢 就是 开示 到底 什么 是大乘法 我们熟知的 金刚经 实际上 就是 波罗教的 浓舍 而大波罗 讲了二十多年 我们如果知道 《大藏经》里头 波罗教 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内容 所以 波罗教 可以说 是佛的主体 佛教文化的主体 而波罗教 实际上 说的是什么呢 波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就比阿罗汉 他们挣得量了 多一句话 阿罗汉是 离一切相 波罗教 是离一切相 记一切法 阿罗汉是什么呢 是 一尘不利 波罗教 是一尘不利的同时 一法不实 所以这个波罗教 是既看到了 空地 又看到了 我们所谓的俗地 也叫 假观 而在这 空地和俗地之间 有这么一个中地 空地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真地 就是说 契入空性的 我们可以叫做 空观 观照这个世界 如幻的 我们可以称为 假观 而两者 其实是一不是二的 假观 即是空观 空观 即是假观 我们可以称之为 中观 所以天台宗 讲的三观 指的就是这三观 指的就是这三观 这也是波罗教的 主要内容 波罗教的主要内容 所以 我们 知道 心经啊 它叫什么 莫可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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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就是佛这二十多年 讲波罗教的 浓缩 精华之所在 是佛法的精髓中的精髓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了 当然了 得了大乘之后 正得什么果位呢 苏撒 莫获 那我们都知道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硕士 那佛呢 是博士啊 你最后怎么能够 比如啊 我们比如啊 他其实佛教 我们首先这里面要打个岔 中国啊 我们一说宗教宗教啊 其实呢 中国最初的宗教 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信仰 宗指宗门 教指教下 宗门指禅宗 指指人心 和立文字 哎 这叫宗门呢 这我不通过 讲经说法的方式 我是通过各种契机 打断你的六十七十 让你的本来面目 豁然显现 这叫指指人心 不假方便 这是禅宗的特色 所以你看我们看指约路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按照逻辑来 不按照我们后天的思维来 他是指指你背后的那颗真心 让你所有的攀缘心 意识心 分别心 妄想心 顿时脱落 当然 现在这样的少了 现在这样的少了 那么还有一个叫下 叫下就是我们所谓的讲经说法 通过翻来覆去的讲 翻来覆去的讲 让大家最后什么 能够大开元解 顿入真如 其实这个讲就是什么呢 好像小火慢顿 顿顿顿顿顿 终于顿开了那一瞬间 最后也是由箭而顿 但是前期的这个有违法 上根上至的人 直指人心 当下顿脱了 那我们这些中根人 乃至下根人 我们想 学习 掌握 了解 佛陀的无上觉悟 无上智慧 那我们怎么办呢 又没有这个根气啊 那么好 按照佛陀所讲的这个法 我们一点一点的修 一点一点的学 一点一点的积累 小火慢顿 只要功夫深 贴出磨成 到一定的份上 总有 把我们从 中根下根 培养成上根立志 培养成上根立志 再有明师一点 才无 所以 佛陀教 佛陀教 是我们这个当中 就把我们 脱胎换骨啊 佛陀教实际上 就是把我们脱胎换骨啊 把我们下根 下志 乃至中根中志 全部脱胎换骨成 脱胎换骨成上根上志 这人 具备学习 最后我们要讲的 所谓的法化史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开始自己的正量 让众生能够最后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那无上正等正觉 彻底圆满的觉悟 这就叫佛陀 佛陀我们首先要讲清楚啊 不是 一个 说一个一个一个 类似神仙一样的人物啊 他是智慧的意思 是一个 究竟圆满的觉悟者 而佛陀的教育 称之为佛教 佛教呢 有两种 大的宗派 或者教育方式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宗门和教下 所以简称宗教 所以很多人说 中国人呢 说没有宗教信仰 是不是呢 实际上真的 如果佛教变成宗教 佛教的宗教化 从某种角度上讲 是末法的表现 变成迷信了 变成偶像崇拜了 而佛教教育我们 干什么 要向内求找到本性 找到自信 开始误入佛指之见 发现我们本字 具足的佛性 所以佛陀教育众生 是希望众生 皆能入于 无一涅槃 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跟他处在 一个正量当中 跟他具足 一样的之见 说拜了 大家都能成就 圆满的觉悟 而不是我要拜他 他是一个万能的救世主 我拜他之后呢 他就能保佑我 升官发财 保佑我想要什么 就得什么 这个地方灵啊 这其实不是佛教 但是呢 现在我们见到的 往往不是 这是违背了 释迦牟尼佛 出来搞教育的本性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讲一讲呢 我们这地方 既不烧香 也不拜谁 咱们就是要 通过实修实践 向自信中求 找到自己的本性 找到自己的本性 一定要通过实修 不能用嘴皮子 实修当然 有务后起修 也有先见修 再开悟再修 方式方法不同 但是 这个 佛性 虽不假修得 本自具足 像六祖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啊 何其自信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本无生灭 何其自信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 本无生灭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是的 没有错 自信 不假修得 万而如是 人人具足 各个原始 说白了 主位 都有佛性 只要你能够 觉悟自己 本自具足的佛性 顿了成佛 这就是禅宗的顿教 不需要具备 任何的佛教知识 不需要具备 任何的 说我要念到多少 学到多少 那都是方便法 真正的最后那一下 就是对自己 佛性的圆满觉悟 也就是从自信 开始 相信什么呢 国人说 信为道元 众德母 信什么 是信那个 泥塑胚胎 能够保佑我吗 丹霞就把这佛 给你批了 那丹霞批佛 大家都知道 泥塑胚胎 保佑不了 那怎么办 要向自信中求啊 我的佛性在哪 我的本性在哪 但能绝了自信 你就能够 我们所有人都能够 顿悟成佛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现在实际上 是一个糊涂佛 迷惑佛 尚未觉悟的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佛性 如如不动 我们能觉悟的心 本自具足 就差一下 我们知道 我们本自具足 我们觉悟 我们本自具足 我们现在是什么 不自信啊 不相信自己可以 具备佛陀的智慧 所以信 首先不是外信 而是自信 自信什么呢 自信 一切众生 皆具佛性 那这个话 是不是我说的呢 那说你这个孙老师 你这个话能胡说吗 我的妈呀 佛爷会不会批评你啊 乃至于不保佑你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 你这太猖狂了 我告诉诸位啊 释迦牟尼佛 刚刚开悟的时候 第一句话 七哲哲哲哲哲哲哲啊 太有意思了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 德相 什么意思啊 简单的说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啊 但因妄想 执着而不能正德 为什么我们没有正德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了 也不会用 怎么办 修 怎么修 刚才说的 赐教就是修行的 简单的说 不好意思啊 简单的说 就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就是借丁飞 借以正生 并以明星 会 一起主办表明 就这三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练太极 战装的时候 头 胸 腰 胯 膝 都要摆正 而我们佛家 讲戒之前 还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叫 具足 威仪 清净戒律 威仪跟戒律 是相辅相成的 那什么是威仪 告诉主 威仪听很熟悉 战 如松 坐 卧 如宫 卧 如宫 心 如风 太极就连着 所以说他俩有没有关系 说白了 太极的战装 从某种方式 向讲 就是 具足 威仪 就是具足 威仪 就是下手 都是通的 所以 我们讲 中国传统文化 不在 宣谈 而在 实修 我们又拉回来了 太极拳是 中国传统文化 实修的一个手段 而新晋 告诉主委 为什么重要 是 佛家当中 少有的 指导 我们 实修的 一个 经典 很多经典 都在 性体上 都在 他的 法身上 谈其 妙用 就是说 这饭 多么多么的 好吃 哎呀 这桌的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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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多么的 美味 但是我如何 来到这个饭店 坐下来 把这桌菜 点出来 我能清肠 中间这个过程 少有提及 所以我们 心向往直 具体我们怎么做 怎么下手呢 总结成三个字 戒定会 当然很简单 那具体 戒如何戒定 如何定会 如何会呢 信经 实际上 就有着 非常重大的 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 信经的最后一句话 叫什么 叫 好多人 就以为 这是无上咒 大明咒 等等 这样就不是哦 接地是什么意思 是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实修吧 去修正吧 去修正 那清净法身 起菩提 就是什么 圆满觉悟 萨普和 就是结束 一般咒子 最后的萨普和 所以这就是什么 告诉我们 去吧 去吧 你去实修正法 实正 清净法身 并起圆满的妙用 所以 清净它其实不是让我们一天念十万遍 我们就能怎么走的 当然能几点福多 总比念贪嗔吃强 但是清净里面的圣生法意 我们如何按照它去实际修行 这一点太重要 太重要 那我们这一次跟大家分享心经 它实际上就打破了一切的教义 正常我应该什么呀 大一呀 受了菩萨戒 应该大七条一 或者七八五条一 对吧 升作给你们从什么呢 从玄坛开始 其实我今天就是玄坛 还是按照正规讲 下一讲是开题 玄坛 开题 然后开始讲正文 正文呢 要从五重悬议 一层一层讲 是吧 实相什么 对积什么 就体大 相大 用大 三个方面 加上对积 那对什么样的积啊 它的俗意是什么 解释一下 要从五重悬议给大家 从每一句话 从五个方面给大家来解释 实际上我们这次讲 也是准备按照正宗的天台中的讲法讲 但是呢 因为很多条件不方便 所以呢 还是心经文化 讲的是文化 当然也涉足很多 很多佛家教育的实质内容 我们希望把心经讲成下 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践行上 能够植入如来之见 去一称圆法 所以可能啊 心经虽小 这不心经虽小啊 二百来个字 我们以前讲过 讲了大概大半年 有时候可能一个字一个字 得跟大家讲 它里面的意义非常深 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这个呢 我也希望既然讲了 就从各个面 尽量讲透一点 让大家呢 真正能够受益 在讲的过程中 诸位啊 不用记我讲什么 也不用把这些名词啊 名相啊 给记下来没有用啊 我讲的时候 要随文入关 尽量的能够去 回光返照 发现自己那 赤裸裸 静洒洒 光硕硕的 圆明本心啊 尽量去回光返照 我不断在指 你跟着我的指 不断的去什么呢 去发现 去感知 去觉悟 但不要用意识去找 用意识去找的 都是对境 都是假的 因为这个东西 不建立在现象上 但是它能脱离一切现象 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 我经常拿这个做比喻 经常拿这个做比喻 我们要觉悟的心 我们要明了的心 我们要明了的心 作为明心 见性 到底是什么 一般空性上讲 离一切相 那离一切相 就是自信吗 不一定哦 我翻过来 我翻过来给大家做个比喻 假设 这只是个假设 不究竟 如果说 这个电能 是新的话 电能 电能是新的话 这个电流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自信 这个电流 就是我们的自信 而遇到不同的缘分 比如说遇到灯 它变成了光像 遇到风扇 它变成了旋转像 遇到空调 它变成了冷像 遇到微波炉 它变成了热像 这一切相 冷热 动静等等各种像 都是电 随着不同的缘分 变现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些现象是无法统一的 冷就是冷 热就是热 对不对 它俩是对立的 动就是动 静就是静 但是 产生这些现象 背后的电流 是一个 电能是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 万法归下 我们外在的 所有的物质世界 归根到底是 圆通过我们的心 显现出来的现象 所以在现象上 我们不要考虑统一 现象上只有一个 因果定律 在现象上只有一个 因果定律 但是 这现象背后的 这个能 这个电能 其实也就是我们比喻的 本心 是唯一的 是不二的 是一切一切万象 都由它变化而成的 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去理解 好像 首先 我们要对什么 对一切现象的分别 我们先不要去看它 比如说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 冷和热 两个现象 要统一起来 我们不要在现象上 强行的统一冷和热 而是我们首先 把冷热两个现象 看破 它是动源 合合而成 什么源呢 它是因为 一个是空调 一个是暖气 但是呢 这空调和暖气 它背后的呢 哦 原来都是电 哦 这个时候 它同意了 这个时候 它同意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 是要看破啊 看破我们对现象的 坚固执着 看破了之后 我们才发现 这一切现象背后 产生的这个主体 原来是统一的 是共一的 那这个主体是谁呢 不是外在的电 是五星 这就是心经 其实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 变现了世界 世界的一切像 皆在五星当中 具足 这就是心经 要告诉我们 这也是佛陀 要告诉我们的 这也是中华文化 要告诉我们的 这也是太极拳 石修 到最后 要告诉我们的 到最后 神而明知 就是明星见解 有知觉运动 知 然后觉 觉 然后知 到什么呢 到见物 叫阶级董经啊 什么叫阶级董经啊 知即是觉 觉即是知 什么到最后 叫阶级神明啊 他不用记 不用说知觉 能知觉 而不现知觉象 所以 心经 对我们中华文化的 影响非常大 太极拳 心经能够 完美的知道 不光他哦 我们儒家 发展到最后 最高峰 我们知道 是什么呢 是亡民的心学 那心学实际上 跟心经也有 相当大的关系 儒家 到最后 也是什么 入到心中 道家到最后 也是入到心中 托家到最后 也是入到心中 不明此心 一切学问皆往 对心经的重要性 大家可想而知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呢 我们呢 就悬谈了 就先悬谈到这 下一周 我们跟大家来开始开题 讲这个题目的内涵 本次讲座呢 还有二十分钟的答疑时间 大家如有问题 可以随便提出 完了吧 好的 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了一个 心经的一个 开端 讲解 孙老师讲课呢 我这么多年 跟着孙老师学习呢 我觉得有一个 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能够把 非常深奥的 所法的这种道理 用非常浅显的 这个语言 给我们做一个 非常清晰的表达 你有不明白的时候 他能够拿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 非常清楚的 这个显见的这个 视力 来给我们做一个比喻 能够让我们 来理解 比如刚才说到的 这个 电和电能 这个包括和冰箱和空调 这个向上和信上之间的关系 他给我们打一个比方 就让我们能够 非常容易来理解这个事情 那好 这个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的这个 精彩的这种讲解 后面呢 进入到这个 问答的阶段 现在网上有一个 他问了 这个孙老师好 有人说金刚精 是大菠萝布的浓缩 心精 是金刚精的浓缩 这种说法对吗 对 当然对了 其实啊 金刚精上 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法语法语 法上应设和旷飞法 法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好像标月之指啊 这是 愣言里面的原话 什么意思 就是 佛要告诉我们 天上有月亮 他呢 用手指指给我们看 说你看 那有月亮 这就是法 这就是法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 看到了月亮 这个法的价值就体现出 那如果我们 不去顺着他的手指 去看这个月亮 而是研究他的手指 是长啊 是短啊 是粗啊 是细啊 手指纹是什么呀 指甲是什么呀 这就完全误会了 释迦牟尼佛的本 所以为什么最后 要无异法可得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法 都是让我们方便 见到空中的明月 这个明月是比喻哦 其实就是我们的 本心自信 等到我们觉罗了 本心自信之后 那么 这一切的方便 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 拥搏处置了 不需要那么 详细的演说 就是说我这么一只也行 我拿个筷子 再这么一只也行 我用手这么一只也行 你说这个法 跟这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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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跟这个法 它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是一回事啊 但是有些 不能完全理解 释迦牟尼佛的 争议的 他就会 这四个不一样 而且还能 汗牛冲动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不多说了 不说人家不好 但是呢 确确实实 我们不能 被这些 所谓的 法 所缠缚 因为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要破直啊 有四种 第一是什么 现行我直 第二是现行法 第三是 素生我直 第四是 素生法直 所以这个法直 是最后是要破掉的 而我们的自证分 就是因为我们 素世的法直 这个习气导致的吗 如果没有法直 哪来的自证分呢 从某种角度上讲 知见利知 利出的这个知 就是最初的法 而这最初的法 就是无明的根本 所以说 法是方便 我们可以借这个方便 来觉悟自心 但是法不是自心 我们不能把手指 误认为是明月 这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说 当然可以浓缩 为什么 浓缩到最后 无所有必进空 不可得 我以前老说 大波罗 他的浓缩 是金刚经 金刚经的浓缩 是心经 心经的浓缩 是观自在 观自在的浓缩 是什么 言语 道断 心情 触灭 说啥都不对了 我这么说 能理解吗 好好 司老师刚才给我们解释了 就是说这个 波罗布和金刚经 和心经的 这个彼此之间 这种关联 如果这个 其他朋友 这个后面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也可以线下 再跟我们在沟通 后边呢 还有一个叫 天爱的 然后 请老师再解释一下 明心见性 非常感谢 好好好 明心见性 这是佛家 正式入门学习的 正式入门学习的一个门槛 也就是说 我们学佛 有没有入门 是门外汉 还是真正的入门吗 当然不说 登堂入室啊 你登堂入室 上面 明心见性 只是刚刚入室 这一点 首先要讲清楚 我们有些人 把明心见性 抬得太高了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中国人啊 喜欢简单的 说一些东西 不是说 一下就过去 都 明心 见性 见性 无量妙用的启用 一时巨足 那不是说 一下就能过去 所以说 才中间的功率 快 当然是 当下就是 正常情况下 我们习气比较重 且消了 所以第一 明心见性 我们要知道 实际上 并不是 多么高深的 并不是多么高深的 第一 第一 在佛门来说 当然在熟悉 来说 那就不得了 多少人 修多少被子 他也 到不了这 那佛家 确确实实是 我们说 智慧 那么 什么是明心 什么是 见性 刚才我讲了 离一切相 就是明心 见 诸相 分相 接受明心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明心 这就在心境当中 叫什么 心无卦碍 心 但有卦碍 就不叫明心 心无卦碍 什么 一成不立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十八界 这些障碍 这些现象 背后的 能够产生这些现象的 本体都觉悟到 这就叫明心 但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能觉悟到呢 是因为 这些现象 障碍着我 就好像 诸位眼前的手机 诸位是不是 看到了我 大诸位是不是 看到了我 在这 在这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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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不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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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本来想 开个玩笑 但是说 奖金就不开玩笑了 就是说 诸位看到我在这 给大家 不断地 说啊 说啊 这个时候 谁看见了 你手机的屏幕 我又不说 你什么想起来啊 我这还 这个面 我这个 这个 这个现象 还是非常的简洁的 如果这个现象 有山河 有大地 有山川 有庙鱼 有众生 有小鸟 等等等等 填满了整个屏幕 诸位 谁能发现 原来这些 现象背后 竟然是一个屏幕 而就正是因为 这个屏幕 所以才显现了 这些假象 那我们怎么办呢 把这个电源关掉 把电源关掉 啪 屏幕显现出来 这就是小乘修的 说白了 这就是小乘修的 那我们 把这个屏幕关掉 把这个电源关掉之后 这个屏幕 显现出来 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 一切现象背后 有一个 共同的载体 我们就称之为 发生 而这个载体 都是什么 能放光的 这个能放光的作用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所谓的自信 信在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 第一步 我们明星了 光明星不行啊 明星还是小乘呢 小乘都明星啊 但那不见星啊 怎么办 一开电源 啪 哦 原来这个屏幕 是这么显现光明的 每一个 我们看这个屏幕 它每一个色素 每一个像素 它都发什么 红黄蓝 三种激色 这三种激色 互相映射 互相演射 互相干扰 就出了我们眼前的 种种色相 而我们 看着这些色相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这个色相 其实从哪来的呢 其实是从这个 屏幕当中 变化出来的 假象而已 如此 屏幕当中 公路来里团火 你也不用担心 被火烧 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假象 哦 屏幕当中发大水了 你不会赶快 找一只船 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这是假象 如此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就整个道路 所以明心 见性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手段 离一切像 把一切像 都关掉 心自然显现出来哦 明啊 是显现的意思哦 不是明了一个心啊 各位 一定要搞清楚 我终于明了这个心 是方是原 是大是小 是透明的 还是什么的 都是错的 因为它不以向显 这个明是明显的意思 是显露的意思 是显现的意思 不是我知道了 明白了 终于搞清楚了 原来这个东西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还是二法 那么还是对立 那么还是我们独影镜中的假象 明显之后 不能老在明显当中 不能老在空中 在啊 而离一切像 那不就成空了吗 下一句话 记一切发 见诸像飞像 记见如来 后面这个记一定要 没有这个不行 所以那么下一步 再把它打开 再请住万之妙 但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 雾后起修呢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那已经成功了 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的启用 把人道的习气 尽量的歇一歇 随缘 随着它走 另外呢 我们就要尽量的 启用其他的 没有启用的妙用 为什么说要念佛 念佛的功德 为什么这么大 降服我们的习气啊 因为我们把佛忘得 它太远了 是把我们本来的觉悟 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就在贪称 吃卖仪当中打滚 就在五卓恶式当中轮转 等到我们明白了 难道我们还在 五卓恶式当中轮转 还去随顺贪称吃卖仪吗 当然这个时候 能贪 能吃 能卖 能移 这个能起作用的本性 绝对是如如的 绝对是真实的 绝对是觉悟的 但是我们如果 还按照这个习气 不是加重我们的习气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对之 要干什么 要戒 要定 要会 要念佛 要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祝拜妙想 跟咱们的都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起不同之妙用 改变我们的习气 所以 务后起修 实际上 就是改变我们的习气 怎么改变我们的习气呢 就是圆满我们的 心本具的 无量妙用 而我们心本具的 无量妙用 本自具足 那怎么办 那里面就有 更多的办法 这是务后起修 有两种 一种是等 一种是升等 等出来 三大阿僧气节 可以 还总是启发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有机会说 好 不知道我解释的 清不清楚 因为就解释明星 见星 后后起修 我多讲一两句 怎么修 那再说了 好的好的 那个孙老师 用我们这个 屏幕的这个 形象 生动的力 给我们把这个明星 见星做了一个阐释 下面这个金刚志 来问 佛教经典 浩如烟海 他网上名字叫金刚志 佛教经典 浩如烟海 新经 是不是最核心 最经典的 跟前面那个 有点相相像 去一个字 把经去掉 听懂了没有 不是新经是最经典的 新是最经典的 那一点 所谓的浩如烟海的点集 若与 自信相论 石流不足以毛也 一切万法 五性俱足啊 当年 龙树菩萨 学佛啊 觉得佛教好简单 没有啥东西啊 这次就比较那 然后龙王呢 就请他到龙宫啊 到龙宫一看 我滑眼睛不得了 滑眼睛有多少呢 有无量世界 无量成沙 这就把世界分成成沙 咱们每一个成沙 又是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又分成成沙 那么多 就说白了无量 那个时候 他带回来多少呢 只带回来八十句 现在有四十华严 有六十华严 有八十华严 最多也就八十句 这在佛教当中 算是大不头咯 而且八十华严 其实浓缩了多少 浓缩了无量的法 那哪一个不是浓缩了 无量的法呢 能说的 你说出来的 实际上都是相似的 所以言语道断 心形出面 在自信当中 和其自信 能胜万法 所以在佛讲 最伟大的 不是外在的东西 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真情 佛也不是让我们去背诵 去记住 他那些讲出来的 想得清清楚楚吧 佛四十九年 若有人说 释迦牟尼佛于四十九年 有一发可说 这是《金刚经》的原文 视为大佛 都不看吗 不听吗 不听 对不对 你还得在经典当中去找 这句话 释迦牟尼佛哪部经典 什么版本 讲字何时 所以叫末法时期 连相法都算不上 实着文字相 把这个指头 分析得清清楚楚 换个姿势就不行了 所以怎么承受呢 越学越糊涂 越学越迷糊 越学越烦恼 哪有智慧可以 这么多汗牛冲动 束缚 当然 经教有经教的作用 刚才说经教是方便 不要贪图 每一宗都有自己的 所踪的经验 所以我们一定要实陈 按照老师的传承 我们这一宗 在没有觉悟之前 就学这几本经 所谓智力要专 通过这几本经的学习 你看禅宗 它还有达摩斯斯论呢 对不对 还有楞家经呢 后来到六祖 改成了金刚经 它总得终一本 乃至几本经 但不需要把所有的经都通 没有必要 等到你真的明心见性 觉悟了以后 再通读诸经 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是启发我们 自信本具的妙用 你那个时候越藏 不是记 不是理解 不是去 学习知识 而是根据佛所记载的文字 在自信中发现 哇 原来这个妙用 我忘了这么久 一下就起来了 一下就通道了 所以为什么要越藏 越藏有道理 觉悟了以后应该 这是一种修行方式 但是没有觉悟之前 万万不可运 越多了 自信和矛盾的地方 为什么你不能通道 站在山脚下看着景色 和站在山顶上的圆容 永远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 我还是建议大家 墨外求 向内求 向自信中求 这就是我的回答 好 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 孙老师的这个 精彩的给我们的解释 下面是 ZHR 请问 老师 心经的大指 及修行的标准是什么 什么 再说一秒 没听清楚 请问老师 心经的大指 就是这个 指意的那个指 大指 及修行的标准 是什么 大致的修行标准是吧 心经的大致的修行标准 修行标准的那个意思 和修行的标准 有什么标准呢 是啥意思 是修成了的标准 还是说他修行的次第 还是说他可以修的标准 这个这个这个 我没太听懂 我看看 什么意思 心经的大指 知道呀 知道 我以为大指 大概的意思 不是就宗指 心经的宗指 已经告诉我们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的那个咒词 去吧 去吧 去实修吧 去实证吧 去实证你的本性 用本性去起智慧之妙用 这就讲得很清楚吧 实修 所以正如大学里面总结的 天子 以智于树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所以自古啊 实证 实证 并什么都重要 正像那个谁呀 说的叫 如人饮水 那么就没有常 有何意义呢 所以心经为什么我们讲 他不是讲这个茶多好喝 他也不是讲这个茶 多么的珍贵 多么的难得 多么的不得了 而是说我们如何喝到这个茶 那么他的修行的大概的方法 我告诉你就是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行圣般若般若密多时照见 这就是方法 最重要就是观 就是观 各种观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 传宗啊 讲观 对吧 讲什么白骨观啊 讲什么不敬观啊 也有观 那么我们 华元宗也有观 什么法界观啊 什么平等观啊 也有观 那么我们天台宗也有观 什么观啊 三观 空观 有观 中观 对吧 或者叫空观 假观 中观 都可以啊 所以就是一个观 具体的 我没法讲 对吧 我回头第三节课 准备讲正文的时候 才开始讲 后面才开始 对对对 那好 这个 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呢 后面孙老师在正文的这个讲解当中 会进一步的给我们大家来做阐释 我们后面再来进一步的学习哈 下面一个问题是金刚志问 孙老师好 学佛开悟的金标准是什么 自行判定还是法师来判定 要找一个金标准 学佛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 只有不迷 迷不迷你自己知道 心中尚有一丝疑惑 都不对啊 讲完了 哪有开悟啊 你怎么开 往哪悟 悟什么 悟的什么都不对 悟到什么都是错 他什么时候合过呢 他本来都没有合过 你开了什么呢 我们现在倒霉倒霉在哪 是我们迷了 什么开啊 什么悟啊 什么如来智慧德相啊 什么一切的真心啊 妙用啊 自信啊 本性具足 本性是什么 是我们的本性具足啊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证得呢 迷 所以 什么时候不迷 这就是标准 哪有 中国都不迷了 开去吧 马上就开除了 开不了 后面这个天爱 有一个问题 谢谢老师解释 非常好 然后他问题是 心死神活 这个心和神 指的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心和神的一个 叫 一死神活 一死神活 那是道家的一个用法 太极里面也有 意就是 分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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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所以呢 我们 世间的外向 就产生了 那么 分别心 和直取心 这都是意的作用 我们说意 有两种作用 大的啊 这个意 其实就第六十啊 那个 法相中 认为人呢 这个世界 一切现象的产生 是为时的 就是说 他解释这个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 是为时的 为心所现 心是体 但是这个现象 怎么变化的呢 为时所变 而这时呢 有 八种时 八种时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前五时 是感受 第六时就是意 意识是什么呢 内 内摇其心 什么叫摇其心啊 就是 鼓动我们的前五时 不断地起风别 所以 外看其成 就外面呢 不断地看人 向这个成像 形成一个相须像 形成一个相须像 所以说 这个意念 一旦停止下来 我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 时间是假的 时间是 意念的 直取不直取 直取不直取 生灭灭灭灭 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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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替而形 形成的一个相须的假象 所以这个时候 意念一旦 断掉 也就是第六时 一旦断掉 我们就真正的破除了 动静 这第一关 没有动 全是进 愣且本次定 没有不定时 一切动 都是意念 交替生灭 产生的假象 我给大家做个比喻 就好像 一排灯泡 紧密地排在一起 比如说一百个 一百个灯泡排在那 这个灯亮 灭完之后 下一个灯 一次亮灭亮灭亮灭 在很快的一瞬间 完成这样一个生灭的过程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亮灭 啪就过去 这个动向就产生了 但是这个动向啊 它只是动向 它灯泡没有动 这是最重要的 而我们正是因为 意识的对外派人 所以导致了看到 啪这么一个 快速移动的一个 这个亮的 黄不周期的一个点 啪就移走了 其实呢 是灯泡 依次地生灭的 一个假象 那么我们溢死了之后 所谓溢死啊 就是第六意识 断掉之后 我们才能真正的发现 如如不动 本来不动 本来不动的 定的境界 所以这才是真定 真正的定 没有出入 没有出入 所以说它各有各的修法 有的可为了 得着点病 费了老鼻子劲 但是呢 你真正的一乘元 或者大乘 先找到灯泡 再以灯泡 观察这些假象 你就会发现 叫如如不动 动不动 有动向 动没动 没有动 所以叫如如不动 这个如如不动的灯泡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心神 就是我们的心神 在道家称之为元神 或者叫心神 所以叫一死神活 就是说 我们的意识断掉之后 这个背后的 如如不动 变满虚空 充斥法界的 这么一个清静元明 的体吧 线线出来 好 好 这个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 每一次孙老师讲课 我们最后精彩的解答环节 都是最吸引人的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脱离 非常感谢孙老师 我看群里边 也有很多的朋友 都对孙老师的讲解 表示了 非常真心的这种感谢 认为讲得太精彩了 醍醐灌顶 还有很多的赞扬 我就不如把孙老 来爱个人念了 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 非常精彩的这种开示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以后再给大家 做进一步的解释 今天是这个新年 元月一号 我们八号的时候 还会继续这个新经的这种讲解 最后我们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 也这个祝愿这个 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里边 身心健康 和家欢乐 精神愉悦 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的 这个国内疫情都在这个 正在爆发 欧洲过去了 我们所有的一切 不如意让它过去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 有更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孙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孙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线上的新经的课程 到这里结束 期待下一次孙老师 给我们的讲解 再见 再见